在现今咨询发达快速多变的时代 跨领域教学已成为一大趋势 福人大学也积极推动跨领域教育 成立第13个学院创新跨领域虚拟学院 未来将邀请各院师长共同开设课程 并搭配全新优化的E-Score实体教学空间 让同学在优美的环境中学习新知 缤纷的彩带漫天飞扬 校长带领师长一同接下跨领域学院招牌 宣告福大第13个学院创新跨领域虚拟学院E-Score正式启用 福大在学科多元的情况下支力推广跨领域教育 全新的跨领域学院不设立专属系所 让全校师生都能加入 提供更全面的发展方向 福人大学是一个综合的大学有12个学院 最有条件发展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一个校级的单位来整合协调 然后来主导这个事情 过往可能都只能小小的运作 那我们教务处就决定成立一个 创新跨领域的学院 跨领域虚拟学院更搭配 全新优化的实体学习空间E-Score 将传统的教室大举翻修 摇设一变成开放的讨论空间 还提供舒适的沙发座椅 让同学及师长能够来到这里进行跨领域对话 那我们开在校级的跨领域学院之后呢 我们会邀请各院参与 譬如说资讯能力啦 语言能力啦 还有SDGs相关计划的各院的老师来做开课 校目以及耶稣会单位代表延任及神父 为优化后的E-Score洒顺水祈福 校长也和大家分享新学院启用的喜悦 那跨领域其实是现代一个驱使 因为透过跨领域的对话 会使每个领域呢 它更特殊 更有创意 很多的Innovation 很多的创新 都是跨领域 跨领域学院的接牌仪式上 请来两位跨域代表 精气系的尤雅筑同学 以及气管系的张永晴老师 用斜杠身份一同见证新学院的成立 鼓励其他同学跟学弟们也都可以珍惜 未来跨领域虚拟学院将成为辅大跨领域的教学重镇 校方希望全校师生都能在优美的空间里 互相学习与交流 展开自己的斜杠人生 记者蔡云童 蔡云真采访报导